哈喽大家好,我是阿迪 教你60天成为球连大腿 今天是第一天我们学习颠球 很多数学者他说 带球带不好,是我们设不准 那么我们将其归结为一个原因 就是球感不过关 那么我们下面来说如何去颠球 首先第一个我们跟大家说一说 数球部位 数球部位我们选择脚趾的正上方 脚背的正前端这一块 其次呢我们的继球部位选择 足球的正下方 足球的正下方 其次我们颠球的时候要注意我们的身体姿态 首先第一个我们的重心要稍微下降一点点 其次我们的小腿 颠球的时候我们大腿带着我们的小腿 小腿折叠弯曲 这样子去颠 然后其次你的身体姿态 一个人整一个一定要是要放松的姿态去颠 不然你很紧张的话就会颠丢 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的脚踝 这里是我们的脚踝 颠球的时候我们脚踝稍微紧张一点点 如果你很松松垮垮去颠 这样去颠 这个球就会脚踝锁不起 他的球就会滚走 很多新手颠球的时候常见一错点 我来和大家说一说 首先就是一个脚尖啊 勾得太多了 就会这样子 勾得太多了 他就会往你的身体滚过来 第二个就是颠球的时候过于紧张 然后我们用一整只腿去颠球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很不自然 很不协调 这个时候我们颠不了几个 一定是我们身体全部放松 然后小腿啊 小腿弯曲上去颠 一定要放松 好 好 好 我放了